北京东棉花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魏道然夫妇如往常一样在小院里散步,在这里他们已经住了近半个世纪。 1960年1月17日,父亲魏力皇病逝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魏道然夫妇从香港辗转来到北京。 提起父亲魏力皇,76岁的魏道然仍然有着清晰的记忆。 从孙中山先生卫队中的普通士兵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三星上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到中国远征军司令官陆军副总司令,有人这样评价? 魏力皇将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叱咤江场,所向披靡。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只是嫡系中的杂牌,却是军界人人敬仰的长盛将军。 美国时代周刊曾以魏力皇策马扬鞭的照片作为封面,毛泽东称魏力皇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但在魏道然的记忆中,关于父亲最初的深刻记忆却是在八岁那年。 1938年,魏道然的母亲因为一场小手术而在成都去世,正在河南洛阳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兼河南省政务主席的父亲魏力皇得知妻子去世后,立即向蒋介石请假,回家处理妻子的后事。 蒋介石本来开始不准说这个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夫人去世,都是我们打电话叫当地的,把她去办办就行了嘛。 我问人说这个事,我现在都不是很忙,我手上现在还不是很忙,我要请一个星期假,然后我就把这个,她身为很重要的人,我还有孩子在这个地方,这么讲一下,很要求,要求嘛,蒋介石那我考虑一下再说, 最终蒋介石还是批准了魏力皇的请求,派飞机送她来到成都。 料理完后事,魏力皇准备返回前线,此时年事已高的母亲要求魏力皇带走年龄还小的两个孩子,其中就有魏道燃。 就在魏力皇为无法带走孩子而左右为难的时候,宋美玲的出现给魏力皇带来了希望。 宋美玲呢就很难受,说你这两个孩子怎么办,我说那没有办法了,我叫我母亲呢,就是我祖母在,我祖母说呢,我已经替你带了,我还要几个姊妹,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呢,我已经替你,你在前方,我已经替你带了这两个,四个孩子了, 这两个太小,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太小,我负不了,那么,这个,这个,我父亲就,那怎么办呢,就跟宋美玲讲,她说我母亲不愿带,那我现在只能把他们带到前方去了,她没人管了,祖母不愿干,祖母还说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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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万部队都在弄,你怎么两个孩子管不了呢, 但是一个七岁,一个九岁,一个东西,她已经可以生活自立了,结果宋美玲就说,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再去跟文言达讲,派飞机送。 魏道燃的母亲朱运恒,是宋美玲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时的同学,两人情同姐妹,在宋美玲的安排下,八岁的魏道燃和姐姐乘坐着蒋介石派来的专机, 前往河南洛阳与父亲相聚。 一过了西安以后,回去要降,因为日本会计,制空全在日本会计上,一见到西安就飞机要降低,几乎是离山头很近,飞机要降低,无限带也关掉,当时我就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我懂了吗,飞机到了洛阳以后,很快就转圈,就落下来,在这个草地上。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到了河南洛阳,从这一天起,八岁大的魏道燃就开始与父亲一起生活。 那时候,父亲每天忙于战区的工作,魏道燃和姐姐被安排在父亲的办公室玩耍。 由于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飞机一来,魏力皇就带着孩子们一起躲进办公室内的掩体中。 1940年的一个清晨,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日军的飞机突然出现在了洛阳的上空。 空气非常严重,当时,日本飞机来,没有警报的,它很近,空气时空,它有规定,讲话,你要在我这个地方,你不能在外面乱跑,你就要在我这个地方。 我记得早上大概七点,我还没起来嘛,说得不对,太早熄,不怕,不怕,突然之间管完了,不得了,拉进去警报了。 拉进去警报了,那么一拉进去,很快,大概不到五分钟就来了。 魏道燃和姐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此时,惊醒过来的魏道燃,心中首先想到的是父亲。 拉进去警报了,拉进去警报了,那么一拉进去,很快,大概不到五分钟就来了。 然后我们跟父亲住在一起,他自己做了一个窑洞,他很欣赏沿岸那个窑洞,自己也设计做了一个,不住在一个洞里面,飞机就会丢炸,很厉害了,会想象,想丢炸。 这个炸弹我们赶快就到他房里去了,刚到他房里去了,就炸弹下来了,炸弹下来了,一下来以后,丢的是燃烧弹,丢的是燃烧弹,就一下来很多小,小,小,小一个一个很小的东西,正好丢在院,丢在房子上就不得了了,正好丢在院子里面,满屋子都,满院的都是火。 火焰冲斥着四周,飞机的轰鸣声不断地传来,炸弹不时地落在周围,此时拉着孩子们的魏力黄也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 还有一个姐姐,他一边拉一个,我在成都,我们从小跟他在一起,我在成都的时候呢,经过恐慌空,他有教过我们的,日本飞机炸的是轰炸,对不对,你眼睛一眼看着飞机,你不能在巴结,他坐在房子,还是躲在你不行的,你必须看他飞机,看他走了,你才能行,他教我们的,我这个时候就讲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我就说,现在你赶快看飞机,赶快看飞机,他一看,出去走了,那我们就从那个院子里面,从那边打开,走一百米,走一才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门打开,里有地下室。 在魏道燃的提醒下,魏力黄立刻带着孩子们进了防空洞,顺利地躲过了危险,然而这一次日军的突然袭击只是一个开始。 满院子的时候,其他人呢,其他也不但有,但是呢,有经验,他不是这个,他有时间,看来像有时可以进入防空洞,一件事情后来日本炸战厉害了,他的渗透力强了,后来防空洞不行了,不行这么办,就到郊区,就到边上郊区一点,就郊区一点,也有,也有啊,正在走的时候呢,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正在走的时候,我就轻轻轻轻轻,赶快停车,听得过躺到地下, �lor手承受,手承受一下他就已经走了,他不愿意 ara时间才长,这个东西我们经验的很丰富了,后来到后期呢,简直就不在乎了,我记得很清楚,把那个娱乐来以后才把手相交给他,一定的,我在边那看了,他踏下来,你看という五口水正打哒 很那个点 他那个办事处主任叫姓袁呢 他要来的话呢 要有什么事情来的话呢 我老爸已经跟朱仲晨说好了 叫他当面讲 当面讲 不要只能文件什么东西 当面讲 他先打电话来请示 我想来说个事情 行 晚上八点下班了 下班了以后他来 这个主任下班以后 下班我们就留一个人 留一个府官 留一个府官呢 最红 他大概十几岁 大概二十来岁 非常好 就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其他下班 他故意把他人弄开 来了以后呢 这个袁主任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 你们不要去打巧啊 那个府官就跟我说 你们就到我这儿来玩 你们别在那儿去打巧 1937年8月 陕北中央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朱德任总指挥 十月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叶挺为军长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1938年4月 魏力皇去往延安 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一次的谈话 坚定了他对国共合作的信心 回到驻地的第二天 魏力皇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 批给八路军所在的十八集团军一批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 二十五万枚手榴弹 另外还特别配备了电台 专门有个秘书 老秘书非常好 文学非常横横 先把稿写好 这个电报要翻 要翻 不是说那个纸就先弄 要翻成密码 翻成密码 翻 那么专门他有直地电源翻好了 翻好以后再交给这个 就叫袁主任 他姓袁 交给他 他拿到以后 他准许他有电台 特别准许 七八军团住卢阳办 他说有电台 其他都不许的 准许他 他就可以通 那毛主席打回来的电报 交给他 交给他以后来 咱们这么做 不是很很很复杂的手续 然而魏力皇对八路军的帮助 却让得知消息的蒋介石极为不满 这也使得魏力皇与蒋介石之间 开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1938年8月的一天 魏力皇家里又来了两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客人 八岁的魏道然好奇地坐到了他们的身边 在孩子眼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身上斜跨着一支盒子枪的年轻阿姨 后来他才知道这位阿姨就是康克卿 而他身边的人就是朱德 朱德很愿意带来康克卿的带来很多人来了 我很有个影响的 我要坐在来 我的小孩子他愿意见见我 康克卿也愿意见我 已经请来弄好了 蒋介石来电报了 你不要你管 这件事情不要你管 他跟蒋介石两个经常每天要通电话 电报也要通 打电话了 不要你管 本来好像他是点头的 后来他说什么 不知道胡锦丹他们怎么出的主意 不要你管 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 这个事情怎么办了 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 直接跟朱总先生讲 说这事情 我本来要讲这个事情 那朱总先生我完全理解 我完全理解 怎么办 说就说我开会到重庆开会 经过此地 不就把这个事情就圆掉了吗 就这么说的 蒋介石的来电 使得没有解决问题的魏力皇 有点尴尬 而还是孩子的魏道然 并不在意父亲他们在商量什么 他的眼睛一直在打亮着 坐在身边的阿姨康克卿 康克卿坐来坐的 上乡很影响轻啊 甚至军装啊 年纪很轻的样子 这个这样背的这个 布号箱 你们知道布号箱吗 他那个八路军 他们最喜欢的那个东西 团一下的都是配备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东西效果并不这么好 但是他多 多就配备了 背的一个 那么这个东西在国民党里的呢 周围他是夫人 他在朱一芬 背一个盒子枪 是警卫人员背的 难看的 人家都有手枪嘛 魏力皇也看到了康克卿身背的盒子枪 于是他拿出一支精致的手枪送给了他 我记得非常轻松 他不是从人家送给他的 谁送给他的 德国精品手枪 真是精品精神 他说搞什么 我说你很过不去 很事情过不去 我送给江可卿 送给他 送给他 送他一支非常精致的手枪 配了三十发子弹 手枪配三十发子弹 这是标准 标准手枪 这个东西都是 在国民当时很翻技的事情 但是他因为 他有一百多万军 送这点小事情 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这次请朱德来 还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带走前不久魏力皇从地方军阀手中解救的一批新四军伤员 但是他们却不能明目张胆的把伤员送走 因为在洛阳还安插着蒋介石的众多耳目 但是他做的很低调 做的很低调 洛阳整过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六十多个人 而且他是 他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我老人是国民党中常委 你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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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 后来 你跟朱总盛讲话 朱总盛也找笔 他在找笔 怎么能够 这种呢 请让我等 我这有意思 那你拉着吧 你用吧 后来很多电影上朱总盛挂的笔 就是吃飞力 然后香港 我老爸香港买的 挂的 我却认得出来 他那个笔上 后来有个白点 然后挂的 这不是光送动 那么朱总盛讲 那我要把伤员带出去 你把我带的人 我要带出去 那么我这个兵工厂 缺东西 缺冲床 没有冲床 缺冲床 冲阳老不着 那我们父亲说 那我的西安肯定想想办法 西安肯定想 这都有的 1941年10月初 日军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 并攻陷郑州 威力皇认为 郑州是中原战略重镇 不可丢弃 便亲自率领部队 于10月13日浮晓 实施全面反攻 将郑州从大军压境的日军手中夺了回来 然而无论魏力皇战功如何卓注 但已经无法提防蒋介石的猜忌了 由于魏力皇时常为八路军提供物资 使得蒋介石极为不快 四郎从今开中央全会 什么战局森林党会 开的时候呢 蒋介石就问他了 我叫你注意共产党的发展 他没有多少人 现在变成几十万人 都人家都告诉我了 你这个事情做得就很不对 这件事情这个就讲 他坐在那里讲 就父亲跟我讲过的 我老妈也讲呢 国民党中最能跟蒋介石上对台的就是我老妈 他是唯一赏识 他专跟他两个人唱对台 不是我讲的 跟他同时都知道 他也跟他那样讲等一点 他这个八路军发展 就我这个战区里的 就一个没有 他这个低后发展 我那管不着他的 他这个低后发展 我这个战区里的 在我战区里的 八路军在我这发展 没有 他这个地方你都管得着吗 这是第一条 蒋介石就没啃去了 他直接跟蒋介石唱着对台了 1942年 魏力皇因通共荣共而被蒋介石撤去了河南省主席和在军中的一切职务 此时魏力皇与蒋介石的矛盾开始激化 而这一切都源于1941年春他们在重庆的一次谈话 后来跟随父亲的副官跟魏道燃讲起当时的情形 说你好好的 你给他那么多子弹 前几年你给他那么多 现在这个事情就会很麻烦 但是他说我要指挥他 我指挥他没有子弹打什么仗 我们国民党部队从北伐开始都是时暴时销的 就是时暴时销的 就是你用无法就报无法 不要叫子弹科的 这个叫子弹科 一是自己不会做 二是这个地方部队他没有能用 他这些假车都用了那么多了 他把他收起来了 所以后来要叫子弹科 我们都是你叫八路军部 你叫他打仗 你下面你给他 你没有子弹他打仗 你下面你给他作弹 你就要给他东西 这么讲的 好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942年元旦 蒋介石邀请各战区司令到黄山关底吃晚饭 魏力皇也在被邀请之列 但已经明显感受到蒋介石猜忌的魏力皇 决定不参加这个晚宴 蒋介石又通知他了 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他对他的吃饭 他因为跟蒋介石闹着这一场 他发现他的过性非常倔强 发现脾气来了 我不去了 我不要去训练犯了 不训练犯了 你自己去 他有参谋 他参谋后来一直跟我讲话 高餐 不是一般参谋 高餐 高级参谋 烧酱嫌了 你这个事情要注意 你这个东西什么 你个人发脾气 你这个东西请你吃饭 你这个东西是连夜饭 晚上的这样 你这个东西就不能来骂我 他说我跟那个市中事主任讲过了 跟那个市中事主任讲过 旁的事情我不来了 元旦的那天晚上 当看到魏力皇没有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 蒋介石的怒火更加无法遏制了 他就蒋介石火头了 结果我们一桌14个人 他这个大桌14个人 现在差一个人称13个人 这个13个人 那蒋介石是基督教 顶反对这个东西 顶反对这个东西 就在1942年元旦后的第三天 身在洛阳的魏道然 就听说了父亲被撤职的消息 而后魏道然也知道了 父亲被撤职的原因 蒋介石 你那个主席就别干了 你那个主席就别干了 我就另外派人 军队嘛 你得去干 我老婆也讲了 说这个事情不对头 既然这样我也干了好几年了 我得休息休息 那个军队我也不管了 军队我也不管了 我回家去死去老母去吧 老师弄出这种 见蒋介石我不见过的 一般蒋介石 杜吕明他们见蒋介石 站着壁顶 站着壁顶 不敢做的 很厉害的了 就是杜吕明他们 就是他的学生 杜吕明叫蒋介石 就叫校长 自己称学生 见到蒋介石 有的是站不安打屁股 有的是站着不敢做 蒋介石叫他做 他才敢做 我老婆就跟他 他们两个 他就做 他就跟他两个拼击拼做 站在这边 那我也 我也做司令长 我也不当了 我就算了吧 他也唱出这种戏来了 那蒋介石说 你先回去再说 先回去再说 回去再说 就这样 魏道燃跟随父亲 回成都家中休养 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发现洛阳沿街 有许多群众 自发设置香案 给父亲送行 此情此景 让魏力皇非常感动 回到成都后 魏力皇赴贤在家 魏道燃看到父亲的机会 也多了 然而那时候的魏力皇 依然无法让自己 真正的安心养生 在一些闲暇的聚会上 他还是忍不住的 要抨击那些 让他心怀不满的 实事证据 这发出很多人来讲 他说这个什么 常讲我就记得 说是这个 孔子的孙子 孔子的孙子 孔子的孙子叫 真子大概是 到宋国去主观 我完全记得 他自己在那里讲 他常讲这个东西 宋王就问他了 什么叫 你是孔子的孙子 你是四表 孔子不是万是四表吗 这么大 他有二七十个血徒 你三千血子吗 你是他孙子 我就问问你了 什么叫忠臣 然后孔子的孙子就说了 他专讲你不爱听的话 专讲你不爱听的话 那么宋王又问他了 说是那什么叫奸臣的 他专讲你爱听的话 他就在那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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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大话哈哈大笑 就在那里讲 边上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人 脸上就很不好看 他就在那里讲 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气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 年利率高达7万活气理财